有一个人死了 他才刚刚意识到自己死了 生命如此短暂 这时候他飘飘悠悠的 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突然他看见佛祖 手里拎了一个皮箱 向他走来 一个箱子向他走来 佛祖说 好了 我们走吧 这个男子冲着佛祖说 这么快 我在人间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了 佛祖告诉他 很遗憾 但你的时间已经到了 这个男人问佛说 佛陀 你这箱子里是什么 佛祖说 那是你的遗物 男人疑惑的说 我的遗物 您的意思是说 是我的东西 衣服和权什么的 佛说 那些东西从来就不是你的 它属于这个地球空间 男人又问 那箱子里是我的记忆 那箱子里是我的记忆吗 佛祖说 记忆属于时间 男人猜测的说 那是我的天父吗 佛陀说 不是 天父 它属于境遇 就是境界 男人 男人又问 那难道 是我的朋友和家人吗 佛说 不 孩子啊 家人和朋友 他们属于你走过的旅途当中的一部分 男人最问 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吗 佛说 不 妻子和孩子 他们属于你的心 男人说 那么是一定是属于我的躯体了 佛祖说 不 你的躯体属于尘埃 最后 男人肯定的说 那 一定是我的灵魂在箱子里 佛祖一笑而过 孩子啊 你完全错了 你的灵魂属于我 男人 眼含着泪水 从佛祖手中 接过箱子 并打开了箱子 一看 箱子里 空空如也 他泪流满面 心碎地 问佛祖说 佛陀 难道 我从来 在人间 没有拥有过 任何东西吗 佛祖告诉他 是的 孩子 世间 没有任何东西 是真正属于你的 这个死者就问佛陀 那么 什么是我的呢 佛祖 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你活着的时候 每一个瞬间 都是你的 这个故事说明 我们现在的人 浪费时间 没有抓住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我们生命 仅仅是一个瞬间 想一想 我们现在的烦恼 可能你在烦恼 以后十年二十年之后 你早就把它忘了 我们十岁 二十岁 三十岁的烦恼 现在我们已经把它给忘了 因为这只是个瞬间 所以在人间 要好好地珍惜时间 珍惜生命 我们要热爱生命 要过好它 热爱它 要珍惜它 你今天能活着 就是你的成功啊 挣钱 只是游戏 健康 才是目的 解脱 那才叫真谛啊 阿民 阿民 谢谢大家